面毫无黑暗 你说生命的光 祝我们挥别黑暗的2020 我们定睛在你的光中 行在你的光中 感谢你救世我们 出黑暗 入光阴 宝贝十家 祝耶稣 我感谢你 你的身体 为我安生 带我出黑暗 宝贝十家 一只恩典永留 是我完全的自由 宝贝十家 祝我生命 祝耶稣 我父父敬拜你 花贵十家 宝贝十家 为我而生 爱多出黑暗 进入光明或渡 使我在此门看见 主耶稣 我感谢你 以你保险 为我而生 保卫世家上 一只恩典永留 使我完全的自由 保卫世家 你能赐我生命 主耶稣 我父父敬拜你 保卫世家 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保卫世家 你的能赐我生命 主耶稣 我父父敬拜你 保卫世家 你救恩 是你所离的缘 你以爱永远不会改变 保卫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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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救恩 是你所离的缘 你以爱永远不会改变 我灵歌唱 赞美救助我胜 你这味道 何的味道 我领和尚赞美救助我胜 你这味道 何的味道 我领和尚赞美救助我胜 你这味道 何的味道 我领和尚赞美救助我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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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味道 你这味道 何能为他 让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 献上我们的祷告 天父上帝 你是万王之王 你是万主之主 在这一年最后的一个主日当中 我们因着我们仍然能够在你面前 同心献上敬拜 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 也献上我们的感恩 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将荣耀贵给你 并且纪念你所赐的平安的季节 因此 不管时间是如何的交世 但愿你所爱的子民们 仍然能够在世界的各地 能够从世世代代当中 都能够对你继续不断地献上 颂赞和尊荣 让我们也知道 不论这个世界有怎么样的改变 我们是如何的软弱 但是主你的慈爱 你的怜悯永远不改变 也永远不会减少 我们知道你每天 仍然按照我们的需要 赐下丰富的慈爱跟恩典 我们也知道再过几天 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任何例外的 都要挥别2020年 要迎接新的2021年来到 在我们同同都经历了这一年 很不容易的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对将来到的2021年 都带着满心的盼望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都能够知道 你是那位信实的主 因为你自己的话语告诉我们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因此愿主你帮助我们 都能够被神的话语来提醒 让我们都有属天的平安 在我们的心中 也确实都知道 我们是被你所拣选 被你用重架所买属回来的人 让我们愿意来追求 你自己教导我们的各样的美德 也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 会有美好的见证 并且也愿意为真道 打那美好的仗 让我们也能够将我们的目光 都单一的专注在我们的神的国 跟神的义的上面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从你那里所得的应许 是我们的神要将一切的美好 都嫁给我们 使我们一无所缺 在这时候 我们也同心地来求主 你自己赐福在黄牧师的身上 让他今天也有圣灵的同在与保守 能够将你的道 讲得清楚 讲得明白 也求主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让我们能够来领受 主你自己的教导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各位请多 我们很高兴 黄牧师今天再次来到我们的中间 要将神的话语传讲给我们听 今天的题目是调整方向再度启航 经文是在新约圣经 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五节 把时间交给黄牧师 黄牧师的话筒要打开 好 医生姐妹们平安 我相信最近大家最关心的 一定是这个新冠疫情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过去 什么时候才能够轮到 你跟我接种疫苗呢 疫苗有没有副作用呢 什么时候这个社会才能够恢复正常呢 但是我相信神让一件事情发生 一定有他的美意的 只便是我们不愿意面对的事 我们假如只是求神 让那个灾难早一点过去 那个就会忽略了神的苦心 在过去的主日信息里面 我相信已经提过一些很可能的原因 就是说这些世界的纷乱 其实告诉我们 主再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 或者这是神给基督徒和世人的一个警告 也说不定 让人认识自己何等的软弱 我们以为自己什么都懂的 结果一个病毒来 我们就搞得乱七八糟 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办法解决 让我们知道需要上帝 或者我们就来重新思考 人活在世界上到底目的是什么 有什么责任 那我就可以再加一个 就是让我们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 安静呢 是基督徒快以失传的艺术 或者你觉得宅在家里面很难受 其实这也是一个福气 是神长坡我们安静下来一个的方式 以前你为很多事是思虑反扰吗 现在你都不得不放下大部分平常 你认为不能不做 无法不做 不能放下的事 你要用这段时间来寻求神吗 所有被主用的人 都要先安静在神的面前 认识神的心意 在神的面前得力 才能够服侍神的 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 在旷野神要他牧羊四十年 直到他遇见神 以利亚跟850个败甲神的先知 在鄙视 但之前她在西里西 和一个穷寡妇的家里面 隐藏了三年 什么事都没有干 但是直变如此 最后他是赢了那些假先知了 但是却受不了也许别的恐吓 彼得要逃亡 以赛亚真正开始侍奉主 是在第六章 他在圣殿里面遇见主之后 保罗侍奉主之前 在阿拉伯的旷野等候神三年 连我们的主耶稣 在公开侍奉之前 他也在旷野 尽时受试探 适时昼夜 那么你我 可以不必等候神 就可以服侍神 所以你假如还没有这样安静过 就赶快趁这个疫情还没有过去 分出时间来 真正等候在神的面前 亲近神 那今天要是2020年最后一个主日 我其实非常感谢神 你们把这个主日留给我来传奖神的话 所以我想用今天的信息 来总结今年的主题 就是从活时到灵工 虽然我们也有新的主题了 不要忘记今年到底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我相信一年下来 你们已经听了很多 怎么样才能够把活时变成灵工的信息 但有些时候信息听得太多 反而我们会所谓见树不见灵 就看不清到底方向是什么 所以我求神今天让我们能够 看到个清楚的方向 明年可以同心合意 真正去建造一个和神性的教会 我刚才就说过等候是为了预备我们再去出发的 那但是呢 这个方向对视很重要的 所谓失之毫里 差之千里 所以我们我在前面说 一定要先找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 在1983年9月1日 那大航航空007号班机 从美国阿拉斯加起飞到韩国的汉城 那不幸偏离航道 几百里啊 侵入了苏联的领空 被苏联的导弹打了下来 那机上269人船部死亡 为什么呢 后来发现是一个人为的错误 机长没有把磁力导航转换成为惯性导航 那什么是磁力导航呢 这我们指南针啊 这磁力导航地球有磁场 我们按照这个磁场 就知道我们的方向 但那个磁场其实不是对准北极的啊 偏差了很多的 那你离开北极很远就不太觉得 离开北极越近 那个误差就越来越大 所以他们要变成个惯性导航 才能飞得准确 他们没有转换 那就出大问题了 那但是我不是说教会要有重大的改革 有人问我今天的讲题 为什么不是启航而是启航 一个是启航是开启的启航 一个启航我是用发启的启 启来的启 因为启航好像从头开始一样 我觉得不必要 我们教会讲了搞得那么糟糕要从头开始 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我也没有这种能耐 启航呢不过是再次开船 那再次开船呢 就只需要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 但是我希望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方向同心合意 教会者一定越来越合逐使用 为主发光 从活食到灵工 最大的挑战是每块石头都很有用 那就是不能放在一起 所以我今天要用郭伦多前书三章一到十五节 来勉励大家 我们知道郭伦多教会是有很多问题的教会 那保罗怎么勉励他们呢 那这段经文呢 这个分成四点 第一 要认清神把你放在世上的责任 第二 要建造在基督的根基里 应该是谁还藏了 第三 要做神看我有价值的事 第四 要彼此配搭 分工合作 我们清清楚楚 按照这四点去做 教会是一定能够越来越荣耀上帝的 那第一 我们要硬清楚 神把你我放在世上的责任 或者说神到底为什么把你我放在世界上 第九节说 你们是乎 那当圣经讲了田地 那些有几个用法了 第一个田地可以代表世界的 代表世人的 那耶稣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 他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 田地就是世界 那这个世界 有些人呢 是像路旁的 一个种子杀下去呢 根本是长不出东西 他根本不要信 有些像古浅石头地的 种子很快就会发明 但是没有根基的 有一些像荆棘虫 种子被施育和事实挤住 他不是没有生命 但是是没有办法结果的 只有落在豪土的种子 才能够接触许多的果实 在这里 保罗讲话的对象 不是世人 是郭伦多教的信徒 所以是指你跟我是指信徒的 后面说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 就更清楚了 因为基督徒在新月圣经 被称为神的殿 我们读过了一个前书 这段书呢 六章十九节说 岂不知你们的生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 教会也被称为神的殿了 基章的第十六节说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在这里的田地和房屋都是指做信徒和教会的 所以我们要建造个灵宫 是给上帝住在里面的 那么为什么田地和房屋来比喻信徒和教会呢 因为耕种田地建造房屋是要目的的 你不会无缘无故耕一块地 对他一点要求都没有 你不会无缘无故建造个房屋 然后耕种完了就把它抛弃 不使用它 耕种田地是为了长出江架 能有收成 建造房屋是为了让人能够居住 所以把神把你我放在世界上 不是为了叫你为自己来活 享受这个世界 今天很多基督徒都要退休了 就想想 我还有些什么事情没有做过呢 就赶快去环游世界 赶快去做轮船 神把我们放在世界上 是要你我为主来做工 为主结果 让神有所收成 要想要防止成为神的居所 成为别人的硬币和祝福 所以我们不要把神当作提款机 要难去找神来解决 遇见不如意的事就埋怨 这种态度是十分可怕的 因为神把你我放在世上 是要叫你我为他接果子传福音 使万民做门徒传递神的爱 反映神的美德的 我们讲要对神的国 什么贡献都没有 反而成为传徒的累赘 为什么神要把我们留在世界上呢 所以我们要认清楚 神把我们放在世界上的责任 我再多说一点 有一次信徒来到教会 像个消费者 就像看教会好像餐馆一样 只希望得到最好的食物 最好的服务 却不会想想能够为教会做些什么 他们埋怨牧师的讲道不够精彩 教会的节目不够丰富 设施不够完善 教会的领袖的能力不足 关怀又不够殷勤 有时连教的领袖都变成这种思维 千方百计要让人人都满意 搞出很多的东西出来 希望能够多信一些人 或者这些缺欠都是真的 但是这不是圣经有关教会的教导 教会也不需要什么都完完 神的家应该像你跟我的家一样 不是我们去批评的地方 不是我们只是去要 而不是给的地方 你在家里面不应该只是为了得到好处 家里饭不好吃 我就去别个家做别个家的家人 我们应该来贡献 是在第十节保罗说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 好像聪明的公道 立好的根基 由别人在上面建造 传道人不是用来代替信徒侍奉的 他们是立根基建造防止工人 他们的责任是建立信徒 让信徒能够去侍奉 因为你我才是神的家 神的家要大家同心协力 才能够把神的家的见证 神的荣耀在一个家里面发表出来 1961年1月20日 当尼克松就职总统的时候 他以不足0.2% 非常微弱的优势 击败了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 是第一位天主教徒被选为总统 现在就世界变化很多了 离婚好几次的人也可以当总统 要是历任总统中最年轻 和在20世纪出生的第一位总统 当时的美国是出于冷战的时期 他面对四个非常残巨的挑战 第一就是共产主义的威胁 那个时候世界很多的地方 都非常拥护共产主义 第二是跟苏联合军备在竞赛 第三是美国本身有族群的冲突 第四是经济的衰退 从1960年4月到1961年2月 美国在十个月里面GDP下降了1.6% 失业率达到7.1% 而且由于选举的结果太接近了 他又面对两个政党的冲突 我们今天两个政党也冲突的非常厉害 就是因为选举的那个差异太接近了 他在救济典礼上有一个名句 他说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不要问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 要问你能够为国家做什么 我们建造灵工也是一样的 你不要问教会能够为你做什么 你要问你能够为教会做些什么 第二 我们建造灵工 我们属灵的生命 我们的教会 一定要建造在基督的根基上 第十节说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我们知道防止都一定要有根基的 根基不对 你盖得再漂亮都是骗人的 倒塌起来使人一定更多的 我们信仰里面有五个唯独 唯独圣经 唯独信心 其中一个就是唯独基督 唯独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能要换了的 你不能把它淡化的 你说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只要不是信基督 就不会是基督徒了 我们的信仰就不会叫基督教了 但有多少人真正认识基督呢 有多少人知道神的心意 不是叫我们无灾无难 将来上天堂 而是要离我 像他的儿子基督一样呢 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思想的 不是要建造在基督的根基上 而是怎样才算建造在基督的根基上 或者你会说我们根据神的话 我们根据圣经 但这样就够吗 这样仍然有危险 这样太笼统 因为圣经讲到的法利塞人 他们也很懂圣经 但他们最会批评别人 也不能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耶稣福音第五章记载 耶稣在安息日 一好一个三十八年生病不能行走的人 犹太人就想要杀主耶稣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查考圣经 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连你们查考圣经 要以为内中有永生的犹太人 他们都有问题 他们都不认识耶稣基督 保罗没有信主之前是最前手律法的 但却是最迫害基督徒的 所以今天一些牧师根据圣经讲出成功神学 讲出同性恋不是罪 一点都不稀奇 另外一些牧师完全不认识神的恩典 把信耶稣等于守律法 一点都不稀奇 所以荣耀我很简单讲一讲 我今天不可能是很详细来讲这个 但我讲几点 让你们稍微体会一下 第一 我们的信仰必须根据基督所成就的工作上 请换一个slide 十行传的第四章十二节说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今天很多人信耶稣了 他也信别的东西 那这个算是建在耶稣的基督的根基上吗 经文说 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轻易 这个就是所谓因性称义的道理 那这些呢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已经懂了 中华贵族 CLC的中华贵族教会 还算是很不错的教会 传讲这些大概不会传错的 那第二 我们不只要信耶稣是救主 还要信他是主 再换一章 罗马书的第十章 第九节是这样讲的 你若考虑认耶稣为主 请你换一章好不好 信你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比得救 你是不是没有找到 我新的那个powerpoint 我常常跟弟兄姐妹 引用这个经文 经文说 你若考虑认耶稣为主 信你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比得救 那这个你若考虑认耶稣为主 这个主制 是什么制呢 圣经里面 救主跟主人 是两个不同的制 这里所用的主 是主人的主 我们信耶稣做救主 很容易 因为有很多好处 要认基督是主 就没有那么容易 但圣经很强调 我们不只要信 耶稣基督是救主 信他为我们 所成就的救赎 我们同时 要认他为我们的主 古灵多前书八章第六节 是说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 就是父 万物都本于他 我们也关于他 并有一位的主 就是耶稣基督 万物都接受他有的 我们也接受他有的 我们不肯 让耶稣为主 我们不肯跟随主 因为我们怕牺牲 怕神要我们受苦 今天基督徒只接受 耶稣做救主 却没有接受 耶稣救出他们的主 这样的信徒 到底有没有得救 有没有跟主建立关系呢 我实在都不知道 第三 我们领受了 主耶稣的生命 是耶稣做我们的生命 很多人把信耶稣 当做一个理性上的改变 其实信耶稣是生命的改变 以赴索十三章十七节说 使基督因你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 有根有基 为什么能够活出 一个更美的生命 是因为基督因我们的信 住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 过了西书三章三节说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加勒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你不明白这种道理 你是没有办法活出 像基督的样式的 第四 信耶稣不是知识 是个关系 愿福音十五章五节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的知识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能多结果子 结果子不是靠努力的 不是靠你自己的才华的 结果子是因为 跟主耶稣连在一起 愿耶稣一章三节说 我们这样所看见 所听见的传给你们 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我们乃是与父 并到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这里相交所用的动词的时代 是现在时 是指我现在不诸我 与神相交 认识神不是知识 认识神是个关系 所以你可以念很多的圣经 懂得很多关系圣经里面的话 但是你跟神的关系很疏远 连不信的人都有一些 非常懂得圣经 但是感谢上帝 神有很大的恩典 神不需要我们 只得到一大堆的知识 神更在乎 跟我们的关系 所以我们才能祷告 我们跟神没有关系 我们祷告 不是对着空气说话吗 但是我们 要建立 这个关系吗 第五 所以我们成圣 不是靠守律法 是让基督的生命 从我们里面活出来 过灵多前书 第一章第三十节说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是本父神 神要使他 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 救赎 很多基督徒 在成圣的路上 非常挣扎 起来失败 起来失败 因为他不用自己的力量 想过一个 讨神喜悦的生活 这能有办法做得到 就不需要信耶稣 成圣 不是靠守住 圣经上面的话 成圣 这样基督的生命 从我们里面活出来 过了西书二章九到十节 是这样讲的 因为神本性 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 居住在基督里面 你们在他里面 也得了丰盛 大家 我现在大家都 会读过 甚至会背圣经的一句话 耶稣说 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你已经 你已经享受这个丰盛的生命吗 你还没有享受这个丰盛的生命 到底为什么呢 为什么信主十年二十年 仍然觉得自己很不丰盛的 可能我们方法搞错了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是在基督里的 我们在他里面 才能得到丰盛 第六 真正的服侍 一定是实际家的道路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爱惜至生命的 就世上生命在这世上 恨恶至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 那主走的路是怎么样的路呢 主走的路是十几倍实际家的道路 主在哪里 服侍他的人也要在哪里 我们跟着这条路来走 怎么可能 国处服侍的大能 这跟随主很有意思 跟随主好像 一个神奇探险之旅 你说我豁出去了 我这次走 上师一切 我都不住息 结果呢 发现 你就得着生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不能讲太多了 一些以后慢慢再讲 我举这些例 只要你们 稍微 看一看 你原正认识基督吗 你真正建立在基督根基上吗 你已经领受 因基督所带的一切的丰盛吗 那当然 这个是个过程 我们只要方向对 我们走下去 你就越来越会惊艳 神符合的大能 在你的身上 在窍户里面 彰显出来 第三 我们要做神 看为要价值的事 经文说 若人用金银宝石 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 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 这火要试验 个人的工程怎样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若存得住 他就要得赏赤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 他就要受亏损 我们要做神 看为要价值的事 所以我们要检验事迹 我们现在在做的是 神看为要价值的事吗 所以你假如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所做很多的事 可能是跟基督无关的 教会很多的活动 可能是跟基督无关的 其实基督突然若 因为没有从基督支取 所有的丰富 教会软弱 因为没有从基督支取 所有的丰富 但基督太丰富了 我们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教会敢说 我们完全明白 我们已经支取基督 全部的丰富 但这个方向 这个目标 不能够错 我们就做神 看为有价值的事 要做一些张力 要天上神所清许的事 今天教会很多的人 花很多的时间 因为今年不止有疫情 今年还有大选 有一些人就非常拥护 某个候选人 某个政党 另外一些人就非常拥护 另外一个候选人 另外一个政党 依照今天还搞得一塌糊涂 花大量的时间 去鼓吹 去宣传这类的事情 很不幸呢 因为教会里面 也发生同样的事情 也有些基督徒 是非常拥护某一个候选人的 也有基督徒完全相反 拥护另外一个候选人的 那我不是说基督徒 就不能去选举 不能有政治的立场 在美国毕竟是个 自由选举的国家 我们去投票 是基督徒的责任 所以教会也不应该干涉 信徒 他的政治取向 到底是什么 但是假如 我们把某一个候选人 当着好像救主一样 非选他不可 这个是 搞错方向 川普是救主吗 拜登是救主吗 人的问题 出自人的罪性 因为人离开神 所以就会产生 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政府能够改变人性吗 只有福音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 那我们花大量时间 那我们花大量时间去 谈论政治 参与政治活动 而不去传福音 我们在做神 看我有价值的事吗 很不幸连些传道人都这样搞 这个叫舌本逐末 该做的事没做 不该做的事就花大量时间去做 这世界有很多人在搞政治 甚至有人去搞革命 不需要再多个你跟我 但这个世界没有人传福音 而只有基督徒能够传福音 你信主那么久 你带了几个人信耶稣 今天美国最大的危机 不是那些同性恋 堕胎那些的问题 不错 这是人离开神之后的发表 那今天人最大的危机 美国最大的危机 是离开上帝 从2000年到今年 这20年里面 橡胶堂的人数 从人口的45%下降到人口的20% 几乎少了100% 难怪教育出那么多的问题 难怪社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 你要扭转这种局面 不需搞政治 这个改变不了这个世界 政治人物只代表 一般人对事情的看法 要改变这个世界 努力传扬福音 要做神 看为有价值的事 经文说有人用金银宝石 来建造灵工 有人用草木合结来建造灵工 外表上可能看不出来 所以你不必羡慕别人的教会 比我们大 事工比我们广 有一天主会再来 那十个人的工程就必然显露 主怎么看我们的教会 主怎么看你跟我 这个事情才重要 要火发现 要试验个人的工程 一些存得住 一些会存不住 人所建造的工程 若存得住就要得赏去 若被烧了 就在火中抽出一根彩 要受亏损 你我都没有太多年龄 活在地上 一天我们都要去建筑了 我们教会最近有45岁的弟兄 得到默契癌症 很晚才被发现 我们不知道能活多久 你我 也不知道能够活多久的 所以我们要做神 看会有价值的事 神所侵蚀的事 最后一点 我们要彼此配搭来分工合作 光临奥地教会的问题就是 彼此一直互相攻击 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 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 有些那个更聪明 我是属基督的 不过他这个属基督不是说的信徒度爱 说的信徒都把它合在一起 他说我是超然的 我比你们都更好 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这样讲的 保罗对他们说 我从前对你们说话 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 在基督里做婴孩的 我是用奶来喂你们 用饭来 不是用饭来喂你们的 因为你们不能吃 而且到如今都是不能吃饭 你们仍然属肉体的 因为在你们宗教 制度有纷争 彼此批判 不能合作 但是这岂不是属肉体 造作世人的样子行吗 他是亚伯罗西安 什么保罗算 什么无非是 局势造主所 是他们个人的引导 你们相信 一个真正美的教会 一个灵工 是应该彼此配搭 分工合作 真正好的教会 不是他人才积极 不是因为他们 有强力的领导人 不是因为他们 牧师很厉害 直辩今天有些教会 牧师的确很厉害 会众也非常的多 但是我不认为 这个是第一流的教会 这是第二流的教会 第一流的教会 不需要一个 强而有力的传道人 不需要很厉害的会众 但他们能够彼此相爱 彼此配搭 分工合作 各做各的事 其实这就是神 很奇妙的设计 为什么呢 因为神要我们 不是高举人 或者某一个人 神要我们高举的是基督 因为教会 最理想的状况 是别人看不见人 但是别人能够看见基督 神不喜欢一个人 包办教会所有的事情 也没有人真正有能力 可以包办教授的事情 神喜欢彼此做肢体 你不能没有我 我也不能没有你 我们都隐藏 我们都顺服基督 我们都跟随基督 我们都把自己完全的摆上 为了荣耀基督的缘故 感谢上帝 神无色的教会 不是没有活食 但是我们要把这活食 集合起来 建造成为一个真正的灵工 是神所喜悦 是真正能够见证上帝的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低头来祷告 天后上帝 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你的话出去 不会突然 我们常常觉得教有很多的缺乏 只是一无所缺 因为你是丰富的 你不是靠我们的丰富 来成就教的丰富 你是让你的丰富彰显在教里面 来显明你的丰富 求主帮助我们 在今年最后一个主日里面 我们重新校正 教会的方向 重新 对准 我们的主 让你在教里面显大 让人衰尾 让你的荣耀 我们去来仰望你 我们就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美 阿们 我们请所有的会中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唱三一一颂 赞美真神 赞美真神万福之恩 世上万民 赞美主恩 天师天君 赞美主命 赞美 赞美 成为我们的提醒 成为我们的帮助 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对这不容易的一年 借着黄牧师的口 能够再次帮助我们来回想 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 用什么样的角色 在你面前好好地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 主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一切力量的全员 并且我们也知道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 因此求主帮助我们牢牢地能够记住 我们在你面前被你用重价所买属回来 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让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世上应该尽的责任 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不成为消费者 而能够成为一个贡献的人 主啊 帮助我们 在我们都在面临即将告别2020年的时候 无论我们的经历是什么 无论我们在这一年当中 我们遭遇了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仍然要把感谢献给你 因为你的恩典永远远超过我们所面对的苦难 因此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你面前再次将感谢献给你 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 还有你所爱的教会 都有各样的丰富 也让我们用感恩的心 将你所赐下的都能够奉献在你的台前 让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在新来的一年当中 继续成为你荣耀的见证 也愿天父上帝的慈爱 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圣灵宝会师的带领 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各位请坐 两件事情再跟各位弟兄姐妹报告一下 第一件事 我们谢谢黄牧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信息 也为我们2020年我们教会的主题 从活食到灵宫 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我也再一次让弟兄姐妹知道 2021年我们定定的主题是 坚守主道忍耐到底 经文是西伯来书12章的第一节第二节 让我们知道在经历了这不容易的一年之后 我们仍然能够靠着主的话语 所教导我们的各样的指引 让我们能够忍耐到底 直到见我们的主 第二件事情跟大家报告的是 这个礼拜六 即将来的礼拜六 也就是1月2号的下午 将会有一个活动在网路上举行 我们请到了在湾区的一位艺术家 木然老师来教导我们 给我们讲讲 有关于绘画的一些的技巧 那这个聚会的最主要的目的 也是盼望能够连结教会 所有的弟兄姐妹 没有年龄的限度 从四岁到九十岁到一百岁 我们都欢迎参加 在目的里是希望弟兄姐妹 能够建立这样子的一个聚会当中 我们能够将我们从2020年当中 所感受到的用图画来表现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收集各位 所创作出来的图画 把它印制在马克杯上 然后分送给各位 若是您对于绘画 还是有一些的却部 不太愿意直接的参与 我们也会选定一些的图案 来制作一些的公版 然后也是一样的会 制作一些的马克杯 到时候分送给各位弟兄姐妹 也是希望跟弟兄姐妹之间 有更多的连结 也让我们一起能够有一些的互通 有一些的交通